介绍要来关心一个经济后面的消息 嘉义市警察局当地派出所 已经沉压一片顺路亲母 在大鸭路时发现一个信念因人注意 因为他在大鸭路当地的大鸭路 电脚劳推头前 一开始惊讶是男主在在 欧西哈上流行的扑街少女 向前关心才发现 这名男主竟然是酒饮太多 身体不爽快便是发生 环境立即可救救护车 赠来继续 警方及报港限定 发现一名前高担男主 好产像是扑街在大鸭路边 连忙关心这发现 这名男主因为喝太多酒 走出KTV的时候身体不爽快 扑街在附近的店家流通边 超过100公斤 是不是跟着时下流行的扑街行为 当把他翻阅过来的时候 警察他的身份是为酒醉的男子 并附加救护车 共同合力的把他送往医院急救 这名男主已经走不动 经销作为合力 中台幼有100公斤当新行政高担 男主因为本身体重过车 并上到同一期 省环境病人救救 与男主脱离 寒冷天气当中 没人照应的困境 新闻新闻 蔡平东 加基七 蔡宏报道